之後有沒有可能再出作品 還有 沒法護蜘蛛 其實可能不知道為什麼就沒有那麼流行起來 不過我相信 預言 大家好 歡迎收看音樂 再來讓我們歡迎特別來賓 景欣 嗨 大家好 來 您自我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們是女海域機器人 然後我是負責 主唱跟寫歌的部分 我叫Ryne 嗨 我是Jungle 負責機器人 他所有沒有做的事情 沒有做的事情 要來講一下你們是如何相似的 認識就是我去看他表演 那個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有一個室友 然後我室友是彈吉他的 然後那個吉他剛好 跟他主團 對 是我的吉他手 是他的吉他手 然後有一天我室友就說來來去看我們表演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看他們表演 那那個是一個那個 追鳴靈琴的tribute演唱會這樣子 就是大家 都唱一些追鳴靈琴的歌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 追鳴靈琴真的造福了很多人 因為像那個明先生 他們那個鼓手藝版 好像也是因為正義 然後他們 他跟他伴侶然後結婚這樣 然後也是因為他 所以我想說 是不是造福蠻多人的 因為這是從小就聽 然後很喜歡這樣 那要不要談談你們創作的作品 就是他們的靈感是誰 創作的靈感喔 我覺得靈感很多 因為大家都說什麼 其實靈感就是來自於生活跟周到的朋友 這雖然聽起來很敷衍 但是真的 或者是從自己喜歡的音樂而來吧 各式各樣你每天 醒來看到跟想到的事情 都記不下 通常是用手機嗎還是 以前會有一個筆記本隨身都帶著 現在會習慣也會記在手機裡 或是用錄的等等 那萬一你寫的專口不行 小蛋不行怎麼辦 就不喜歡啊 就直接砍掉 不喜歡就不喜歡 我做的事情他也不喜歡 對啊 做不條用 我覺得就是 反正因為我跟他創作就是 等於其實大部分主要的創作 還是在他身上 然後我就是負責當然就是製作 和後面的事情這樣子 那一個專輯我覺得 其實跟那個 想要發行那時候的 心態跟心境都有很大的關係吧 因為我覺得比如說 以前發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沒有想老實說 就是 那時候有什麼作品就 對然後公司 很喜歡你跟前約 然後就是 那我們就趕快把專輯發一發 那也不是說不認真做音樂 而是 就那時候的那個 沒有思考很多 對就是很直接 如果說你有什麼作品 你就 你就把它放上來 然後風格一樣的 然後把它 做到你心目中最想做的樣子這樣子 然後 後來就是會 比較像現在我覺得 我們就比較 鬆一點 比較chill一點這樣子 那就是 會 當然還是有一些作品 聽起來比較aggressive 不知道會怎樣 但是就會想要把 比較鬆的東西給大家聽這樣 因為可能是 都自己喜歡的這樣子 嗯 想一下這個專輯的畫面 就比如說 我們這個專輯是想要呈現出 怎麼樣的 的那個景色 然後它可能有一些關鍵值 對然後我們再 把 歌啊或什麼看 覺得哪一些可能是 哪一些就 下次囉這樣子 那 可以 談到最當初原本 當初你們都是喜歡人家 像是流行電器這種東西 還是說 原本其實是喜歡不同風格 那 會 會怎麼樣接觸到這個 那個 風格 這樣 我們兩個不太一樣 先說你好了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 其實因為 我以前也是 小時候也有 彈吉他 然後也有 玩樂團這樣子 但後來就因為去錄音 就上班其實真的很忙 然後 又想要繼續做音樂 所以那時候 就開始 有一波就是 開始 DAW就是 那個 電腦工作站 製作軟體的出現 這樣子 大概在2000年的時候 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就是哇靠 這個好酷喔 因為你一個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也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景色彈進去 你也可以自己編鼓啊 幹嘛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也有很多 以前是在做搖滾樂的 那個 的樂手 然後他去做DJ 或做電影製作人 這樣子 然後 等於是 受到 這些人的 有點像啟發 這樣子 這樣也可以做音樂 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做這個音樂 就我也是 因為一開始是 聽搖滾樂的 然後 跟他差不多是 那時候喜歡的很多 搖滾樂團 比如說Radiohead 就是 他們都會 開始 也是在2000年左右 就開始做很電氣的東西 或者是像摩比亞這樣 然後 一開始 聽的時候 當然是你很喜歡的樂團 然後 他每一張專輯都會聽 都會等他發行 對 可是 你那時候就覺得 天啊 這是什麼 這是我聽不懂 出現我不熟悉的東西 就是那時候 他們出了第三章 第四章 然後 就覺得好像進入一個異世界 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 後來遇到他們兩個人 他們其實 跟我們三個人喜歡的音樂 都差蠻多的 所以大家都會互相大量的丟出 欸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然後就等於 好像進了一座圖書館 然後還有導覽員 帶著你聽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聽了 非常大量的電子音樂 然後也是 那時候開始才有比較明顯的去 去理解 比如說他的脈絡啊 緣起啊 什麼 什麼東西 就是 因為你們的作品好像有蠻多是 就是 比較少是最開的 嗯 對 那為什麼會用這種仿製去 想 對 他應該是以前很喜歡 CAMP 跟瓜的 這關係 現在很喜歡他 對啊 可能是那個 受到他這個部分 影響蠻大的 嗯 其實我覺得啊 就是因為好像 就在台灣比較少人 會接觸到這些東西 可是我一直覺得就是 就是 就如同入初下面有很多留言 就是說 其實你們音樂是蠻前衛的 就是不管是 因為你們可能是很早之前做 但是 其實現在來提也是很前衛 就是可能 不知道為什麼 就沒有那麼流行的起來 不過我相信大概在幾年 也許 哈哈哈哈 預言 神預言 不是 不是 你看喔 幾年前之前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能會想到說 DJ或者是電影這個東西 會在室內場這麼多的時候 那這個電子音樂的東西 可能在幾年後 這幾年突然就是大幅成長 所以 某幾年之後可能 復古東西會 加上電子音樂的東西 會再重新出來 嗯 這是我的想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說幾年 哈哈哈哈 說個時間 希望在我 大概七十五之後 大概七十五之後 大概七十五之前 那就會流行起來 對 好 未來 因為像你們的作品 好像 就是更新的很慢 哈哈 有沒有 未來又有可能 其實今年 年三月的時候 大概有出的作品 有 那之後有沒有可能 再出作品 就是 今年一定會發專輯 對啊 沒發五隻豬 哈哈哈哈 沒有 其實我們已經 其實我們已經 其實我們已經做得 七七八八了 對啊 對啊 今年會發 一定會 快快的 好 既然你自己群到 那我就問一下 你說你們在國外 有沒有分享一些 就是國外表演的趣事 國外表演的趣事 其實我覺得很好玩的是 你會發現音樂 真的可以超越語言 它就是一種了解的方式 然後雖然大家聽不太懂我們的歌詞 可是 就還是非常的投入 而且好像 西方的聽眾本來就會比較 不會那麼害羞 對 所以他們給你的反應 都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就 我們 蘇果演出的時候 通常都會很害怕 因為下面的能量很強 就是他們是怎麼 啪這樣子 所以你在台上的時候 你會被那個感染 然後當然有時候也會被 心裡弄得毛毛的這樣子 可是 你還是要可以 可以有相同大的能量 流回去 我覺得那個是很有趣的經驗 我支持六王 你怎麼可以說那個 六王今年有嗎 有喔 他是最佳男歌手 男歌手好不好 六路也最佳男歌手 我希望他得 他的 我想問一下 最佳新人 The Fur 王燕薇 KarenCC 梅秀 OZ 厭世少女 嗯 跟劉柏西 嗯 我想一下喔 這題有點期待 嗯 嗯 A few moments later OZI 你你要選嗎 OZI啊 喔你選OZI喔 對喔 那我最後 有沒有什麼話想對 因為你說的 嗯 嗯 很多耶 哈哈 說什麼 很多高說話 好 就是要對樂迷說 就是大家好 然後其實 就是真的蠻 嗯 這自從三月開始發 單曲之後 就 發完了就開始一直做音樂了 就也沒有什麼 演出的活動 也沒有專長的演出 那其實很多關心我們的歌迷 真的都很 就是都很sweet 他們 有可能想要知道 欸你什麼時候有表演啊 很想看 但是都會 私訊來都很溫柔這樣子 不會push你 然後知道大家一直都蠻期待 我們的出現跟作品 就在這種 在地洞打怪寫歌的日子 其實是很 很 會很穩定你的心情的 對 所以就是 謝謝大家 然後 接下來真的會 要發了 然後 希望大家也可以 繼續的 follow我們的音樂這樣 那Jungle呢 的話 是什麼話題 欸 差不多啊 就聽專輯啦 對啊 因為這樣專輯真的做了很久 其實 那天 我在整理的時候 就發覺 有些歌 都可能是第二章 四 三四年前 做完的時候 就寫的歌了 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當然跟那時候 寫的時候 長得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就是 就是今年預計要把寫的版本 跟 四年寫的版本 當然就是看 天下是完全不一樣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個 這個旅程滿有趣的 對啊 這也是我們的一個旅程 嗯 就是從創這個 就是組這個團 一直都算是一個旅程 對啊 做專輯也好 做單曲也好 去會也好 然後到國外去表演也好 都算是一個旅程 對啊 然後有時候會比較密集出現 有時候會比較低調 這樣子 但是這個旅程的過程裡面 就是一直都有大家 陪伴 真的覺得很感動 好 那就最後就謝謝 女孩女機器人 謝謝 然後要訂閱他們的FB跟IG 嗯 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很 就是 很驚訝一點 是好像以前就是有拍過客串嗎 哈哈哈哈 周董的MV 這個很尷尬 對 為什麼出奇不異的上司 還在練習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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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邊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